常用的像字串嘛 像那个整数 像符点就是有小数点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 串列也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说你要放多个资料的话 那你不可能说我就放在某一个 数字变数 那你数字变数只能放一个资料 如果你要放多个资料的话 那你就必须用什么 用串列 注意哦 第一个你要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这个蛮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从外部取得资料 包含档案资料库 或者云端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来源的资料 那通常它是一连串的 所以通常还是会给它一个串列 那串列的特色跟以前那个 所谓Java的阵列不同 就是说阵列一定要放同一种资料形态 也就是数字全部都放数字 但是串列它可以穿插着 就是你这边可以放数字 放文字 放辅典 放各种形态都没有关系 那感觉上有点像Esser Esser没有 Esser有除尘格里面 你也不一定要放同样的形态 它都可以接受 你放什么它就是什么 OK 所以有这种特色 再来的话我们刚刚就是有做一个什么 Total 这个Total就是总分 那Esser就是我输入的那个成绩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 我是觉得自己写完之后发现不太满意 为什么 因为它最后会多一个负1 负1也会append的进来 有没有 因为我输入一个负1 然后append的进来之后 他当他判断是他是负1的 Esser是负1的时候 他才跳离回圈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写法好像不太OK 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不要加那个负1 不然加那个负1很麻烦 可是问题要改啊 对 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把if放哪里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思考一下 应该就放在哪里 放在这边有没有 append的上面多一个什么逻辑 if什么 if is go 等于0 不等于0才进去嘛 所以不等于我就把这个不等于拿到这边拿了 那这边的话干脆就加一个1好了 好让他不断的 但是要有个出口 break 所以break的话应该就是说在这边 我们按一个tab 然后让他 就是当他不等于负1的时候 冒号 他就帮我append 但是如果反之的话 else 缺了的else吗 else冒号 反之他等于什么 等于负1的话 那就break 对这样子的话 逻辑应该讲得通吧 OK 如果他输入了 那就输入成击 把它放进来 如果他等于负1的话 就break掉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我们这样的写有没有 就可以避开就是说我会有负1 所以底下len这边我就可以不用减1 这边的话就不用说总共几个嘛 然后tab3 这样的写法的话 我们其实这个for回圈就不用一个一个跑 因为我这边就是一个抓出来 然后再去计算 另外你可以total等于什么呢 其实total这边你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他内部有一个方选就是sum 所以你可以什么total 这边有个total等于什么呢 total等于sum 如果你要把它加总 把那个串列里面的所有的数字加在一起的话 你就是sum外面包 里面的话就加什么 把这个score的这个 这个串列放在这个sum 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total就OK了 其他这边也不用再把它这边不用减1 所以后面那个本来减1的地方都可以把它拿掉 另外的话呢 平均就把它算完了 然后再来最后最高分最低分 也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在那个 我们如果要算某一个 这个串列里面最高分 你就加个max就可以 max刮起来 最高分是这里面 外面包一个max函数 OK 那哪一个最低分 就mini就OK 所以特别是 我刚刚这一段程式 因为有个append多一个负1 那为了要把它去掉 把它减1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逻辑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逻辑判断 在回圈里面下得好的话 真的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但如果你没有放好 变成你要多一个东西 你一下要减1 一下要加1 就弄得太复杂了 所以有时候程式怎么写 会是最精简 那个可能要构思一下 还有你程式应该放哪里 我觉得这个慢慢 各位也要培养那个 写对位置的那个经验 比如说刚刚我直觉就一定要放哪里 放append的上面 为什么 因为我要限制append append的就是我要写进去 OK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它写在 逻辑写在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上面 去做什么 做那个判断说 他到底要不要做 OK 如果说他不是负1 那他我就去把他判断 否则的话呢 如果是负1的 那我就让他break掉 理论上这样写完了 应该改的会更精简 应该每一行都可以看得懂吧 我就不从头写下来 因为理论上这也是我从头打到尾的 反正就顺着我逻辑把它全部打完的 其实主要是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就顺着这样写下来就OK 要慢慢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试试看OK 那理论上这边 我们可以什么 89分 比如说85分 然后再 然后我就输入三个 负1 看一下结果OK enter 理论上就有三个学生 然后总分平均 三个学生 总分平均 最高分89 最低分78 这样子就OK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后面的话当然这种是逐个输入成绩 另外有一种 另外有一种输入成绩的方法就是 比如说已经像是教育 这个教育处 已经输出一个档案给你的 比如说我们后面可以再练习一个 就是读取档案 比如说像这边我们是一个一个输入 那假如说我们后面可以在src上按右键 你有一个file 不是你有一个model 那这个file意思说我要一个档案 那个档案的话也许是英文成绩好了 英文成绩也许是en好了 eng 他的负档名的话就点tst ok 那假如说人家给你一个英文成绩 然后叫eng 特别是按右键sr按右键你有一个file 然后名称负档名通常是tst 然后finish之后的话 假如说他的成绩是自动帮你产生的 也许就是已经有电脑帮你把那个成绩 不过我们是模拟 假设我这边有一些成绩 然后你就自己打一些成绩 不管几个 然后就打到这边 也就是在我们根木屋底下 会有一个英文的成绩已经在根木屋底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需要怎么样 我就需要把这个成绩里面的所有值 我需要第一个用档案读取 把它读出来 第二个的话 我要能够把它读到哪里 特别是直接就帮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刚刚的这个sq里面去就好 那这样我底下这些事情 基本上就不用做了 但是如果说我把它读进来 然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就放在串列里面 并且帮我统计里面有几个人 然后总分平均最高最低分的话 那会更方便 理论上当然有些地方成绩 都已经有资料有档案给你的 然后你还要把它列印下来 在那边key吗 没有人那么傻吧 直接贿入就好了 不过我发现这工作上还是有人真的这么傻 就是他就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再key一遍 因为他可能没有别的方法 就只能再做一次 没有效率的事情 好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把刚刚这个逻辑改一下 第二个思考一下 就是先在src下方 增加一个eng 里面呢 请各位就自行输入一些成绩 那待会我会教各位就是如何把档案读取跟串列做结合 外部的档案如何把它读到我们的list里面去做处理 好了 试一下哈 试一下哈 DNG